禅基山唯心圣教鬼卯年 恭祝阿弥陀佛圣诞九九法会 于总本山谦佛禅堂 持续生谈法仪 唯心圣教犯被诵经法师 恭送朱金 法言供养 功德回乡中华列祖列宗朱祖林 宗祖混元禅师带领同修代表们 每日清晨焚香供养 祈求两岸和平一家亲 世界人类无饥饿与战争 宗主开示同修弟子们 今天是我们第六十谈的大法会 回顾无量诀前 阿弥陀佛的前孙 世间法名法杖比丘 都自在王族来救度 而个人修行 勤修之后 花下四十八大愿 要成立 每个人自信佛净土 西方极肉世界佛净土的真实意 所以我们这么多天来 我们在练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谁 阿弥陀佛在哪里 这是值得我们深深的体悟 又本为心 圣教能够在世间立教 也是阿弥陀佛的大功德 所以 王族老祖要在台湾立教 世界立教 非得到世界宇宙大神 阿弥陀佛 他的允许 才有任序年民国七十一年 七月二十三日 打开南天门之后 陆陆续续 开天九大菩萨 都光降台湾净土 五百罗汉尊者如来 也光降台湾净土 万仙万佛 也都来台湾净土 护佑台湾的平安 和世界的和平 所以今天 我们要以 佛寿大密头经的功德 来回向给各位 列祖列宗诸主灵 双法界三罪万灵 接得新开一节 顿悟无声华人 随佛往生 希望极乐世界 佛净土 以为本愿 祝福各位 大家平安 大家速度放下 事先的三毒 随佛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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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法会法仪庄严 轮值的各道场同修 也尽心尽力 制备摘转 协助铺牌摘贡 供养堂上列祖列宗 朱祖灵 并跟随诵经礼拜 祈请诸佛慈悲 佛光普照 牵引中华列祖先灵 往生极乐佛净土 维新记者吴云珍 总本山先佛寺报道